画面现场是112年度基隆优良公寓大厦颁奖典礼 在经过两阶段评选后 各组社区冠军出炉 分别由陈上城社区 汉林小城耶鲁区社区 及第一特奖社区 夺下大型、中小型与长青组公寓大厦冠军 由市政府秘书长方定安亲自颁奖 获奖社区也在现场分享经营管理社区的心得 管理上是比较花心思一点 那我们也在我们的规约 大家知道社区是以规约 这是它的法律 还有我们的管理条例上面 做了很多应该要去提醒大家的事情 那我们有一些是用 一化的投票 或者是住户有意见 就经过这个一化可以来通知我们 或者有人都一调了什么 我们都可以通知大家 所以比较方便一点 因为有1869户 你不这样做 很难去照顾到 那我想管理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这样 我们都很尽力 那我们也有一个很优秀的总干事 我们总干事就在那边 那这样双重的我们在区全会上 我们也都用一化的计算 人数够不够到了没有 但是我们的投票就没有使用 因为我们怕有争议 我们还是用纸张化的投票 其他我们都尽量一化了 那我曾经到参观过国外有一栋社会住宅的建筑物 我刚开始想说哇这栋建筑物一定是看照片非常的幸运 我说我要去参观这里 就去看一问之下 是30年的房子 所以一个优良的一个社区管理 是可以让我们整个建筑物可以永续的 那我在这边要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就是 其实市政府针对于我们有立案的公寓大厦的一些管理委员会 有成立的这个社区 我们都有提供整建维护 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补助的一些项目 这在我们都发处里面都有这些补助 所以大家如果针对这个部分有任何的一个需要的话 都可以向我们都发处来询问 我们都希望能够把整个的社区管理的好的话 其实我们就免掉很多像要把怎么样把房子 一定要走重建的路线 整建维护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在都市再生都市更新的一环 我们希望未来我们的社区能够透过一些整建维护 也能够让我们社区变好 除了大型中小型与长青组公寓大厦评选 还有社区主题特色奖 这次112年度公寓大厦评选共有12个社区获奖 市府秘书长方定安说 期许借由获奖社区的经验 让全市的公寓大厦彼此观摩学习 市府将与各社区攜手 一起来打造优质的居住环境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